我也是從京都坐京阪線到大阪 那個火車開多快 但是那麼多瓶遭到 還是從來沒聽過人家出什麼事 那個路也都是百年以上的 陳生探Puyuma連杯水都放不穩 點評台灣人缺乏敏感性 Puyuma最常做 Puyuma那個水真的是放過 一杯水都放不穩 真的是放過穩 說不上了 我就覺得台灣人其實才蠻憨 跟苟且的 缺了一點點什麼東西 就是缺了一點點敏感性 這個問題也產生在我自己身上 合過且過啊 然後不求精準啊 不求喪盡啊 不求聖結 台灣人確實有一點 在這點上落差 這種不好的事情 確實每一個人都有機會笨號 所以每一個人都應該想一下 陳生也感嘆 但近年極端氣候人禍天災不斷 他自己騎腳踏車上班 公司只要低於三人就不開冷氣 我們公司是燙到鐵在上班的啊 想用力嗎 變成了一種慣性 好像進到一個密閉 靠近我就想脫衣服 哈哈哈 我們公司確實是燙到鐵上班的 我的團員也是啊 一見公司就直接脫衣服了 其他爆了就來了 所以女員工們都習慣了 還是沒有女員工 你們習慣了嗎